就是叫做台湾的郵票 把它贴在这里 特别带着郵票去 是不是有要让台湾走出去的意义在 我想像这样 因为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郵票是国家的名片 它是主权国家的象征 我们的名片 我们台湾的名片上面 这个名字这样改来改去 这个就让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台湾在迈向国家正常化的路途 是蛮辛苦的 这样也是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 还有台湾小包 大家看到这个郵票以后 大家共同来关心台湾的未来 此行的任务就是 祝贺感性跟交流就这样 六个字 然后他交代 我还特别交代一句话说 用愉快的心情 去向川普总统国家道路 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